护心是由侯明浩周也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讲述了一个悬门修仙少女宴回被逐出师门 被妖龙天耀利用解开身体封印 两人经历生死后彼此相爱的故事 护心正在热播 在最新剧情中出现了一位新人物 她就是清秋国主夫人 是清秋世子竹梨的母亲 其实原来的身份更是大有来历 是悬门星辰山德高望重的人 在剧中,这位清秋国主夫人雪岭 而且跟扶妖还有过一段感情 不得不说,雪岭的身份还真是复杂 似乎有好多男人喜欢雪岭 扶妖喜欢雪岭 清秋国主也喜欢雪岭 林霄好像也喜欢她的师妹雪岭 当年扶妖跟悬门的雪岭相爱 却遭到悬门星辰山师门的反对 甚至清广真人要杀了扶妖以绝后患 这对悬妖有情人终究被世俗的偏见所拆散 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更让扶妖没想到的是 最后想要杀她的竟然是自己所爱之人雪岭 雪岭亲手封印了扶妖的真身 只有悬妖有情人开启幽名妇 破解封印 才能放走扶妖的真身 扶妖做梦都没想到 雪岭看似封印了她的真身 实则为了救她 雪岭其实一直都爱着扶妖 她从来都没有背叛扶妖 当年扶妖跟悬门的雪岭相爱 被悬门所不容 悬门星辰山的清广真人要杀了扶妖 雪岭为了保住扶妖的性命 只能和师门联手封印了扶妖的真身 燕回因为黑气被吸到了罗盘中 看到了当年雪岭封印扶妖的记忆 可惜雪岭的行为对扶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扶妖以为雪岭背叛了她 其实雪岭从来都没有背叛过扶妖 当年封印扶妖也只是迫于无奈 为了保住扶妖的性命 只能想出这一举两得的办法 既能保住扶妖的性命 又能阻止悬门对扶妖的追杀 所以雪岭还做了一件事情 也是为了救扶妖 雪岭创造了幽冥妇 只有悬妖有情人才能通过幽冥妇的考验 雪岭做这些就是为了化解悬妖两族的恩怨 如果悬妖两族能够和平共处 那么雪岭就能跟扶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总而言之 雪岭和扶妖终究还是有缘无分 也等不到悬妖两族的恩怨化解 可能通过宴回和天药的努力 悬妖两族的恩怨终于化解 雪岭当初的付出和牺牲也没有白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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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